小油酷丸 路长僵尸啊 你都等他半个小时了 到底怎么了 我分手了 都是因为他出了主意 我是好心出主意 你执行力也太差了 那你出了什么主意啊 他老婆生日 他不知道送什么礼物 我告诉他送个项链 项链挺不错的呀 路长僵尸 你是不是买了个假的 被你老婆发现了 我还没买呢 就分手了 这我就搞不懂了 究竟怎么一回事啊 我不知道尺寸 他告诉我量一量 我让你量也没让你用那种方法量啊 晚上我用绳子量尺寸的时候 我老婆醒了 你居然敢谋害我 然后我们就分手了 晚上还用绳子 你是该呀 还怎么呢 莫生号码 喂 亲爱的 你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来找我呀 干嘛不来找我呀 这个女的是谁啊 老婆后悔啊 我不认识啊 不认识 不认识能给你打电话 你骗谁呢 你给我一个交代 两小时之后 老婆 你要的包包我给你买回来了 这回可以听我解释了吧 看在包包的面子上 我就饶你这一回 不是的 那个女的啊 我真的不认识的 谁啊 宝宝到手了吗 我一个月的工资啊 你天天在家里吃饭 你老婆手艺一定很不错吧 手头没个零花钱还真是凄凉啊 不是一般的凄凉啊 兄弟们手头都不愧意 铁桥匠师 你搞什么呢 挣挣点 就是 有事说事 别跟那儿挣井 你看你们天天愁着没钱还 我却在愁着钱怎么花 我们来讨论一下呀 难道你的彩票中奖了吗 想想我居然连买彩票的钱都没有 这个社会太不公平了嘛 中个屁的奖啊 我想问的是 谁能告诉我这二十块钱怎么花一个星期 回来啊 查钱还没付啊 兄弟 不要郁闷了 不就是分手吗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你不懂 七年了 我们之间是有真感情的 那你们为什么还分手啊 他和别人在一起了 但我相信他只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 你这是自己欺骗自己 你应该振作起来 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我不知道要如何振作 看到那边的美女呢 看样子 她是一个人 你应该去认识一些新的女孩 我 我都七年没跟陌生女孩说过话了 学着点 看歌给你上一课 美女 一个人不寂寞吗 不会啊 怎么会 一个人在这里多寂寞 让我们聊一聊啊 不会寂寞啊 我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呢 什么 朋克僵尸啊 我老婆养伞僵尸 最近老想要一辆车 能帮帮我不 当然可以了 咱俩谁跟谁啊 谢了 朋克僵尸 他还专门写了一份购车要求 我读给你听啊 要买敞篷车 使用要方便 360度无死角观望风景 不用考驾照就能开 最重要的是第四条 不用驾照就能开的车 这个车就有些难找了呢 你也别抱怨了 我一听见他这要求 就知道这世上没有这种车了 哎呀 你老婆的要求实在是太多了 真是没有办法 该怎么办呢 谁说没有这辆车 我家就有这么一辆 便宜点十万卖给你 真的 你可别骗我 当然不骗你了 你说的那四点要求 我家那辆车全能达到 太好了 可是我手里只有五万不够啊 没事 我手头上还有五万 不过可别说出去啊 这可是我昨天得来的奖金 我老婆闪动僵尸是不知道的 我这五万呢 也是在PVE22周年庆得的 等着 我这就回家拿车 我的奖金啊 十五分钟后 车来了 不是吧 兄弟 好不容易句一句 咱们一同共享一下下午时光 为什么要到餐厅里来呀 多费钱呢 怎么不去我家喝个下午茶呢 你烹壳僵尸 你老婆闪动僵尸 不是不批准你邀请我们去你家里吗 我在家里可是一言九鼎呢 我老婆算个啥呀 她一切事都得听我的 哪像你呀 铁桥僵尸老兄 你说啥话呢 我才不怕养损僵尸呢 咱们这里最怕老婆 她明明是冲浪僵尸 怎么可能啊 我是最有尊严的老公 拿下你们 比起你僵尸 可不敢向我说一句不 铁桥僵尸 冲浪僵尸 你们的老婆来了 好了好了 铺克老兄怎么一动没动啊 铺克老兄还不快走 你是真不怕老婆啊 你们想多了 我只是脚抽筋走不了啊 冲浪僵尸 我们去帮忙吧 哥记得一块儿逃了 哥们儿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低头足了 现在找个女朋友多不容易啊 我这是在抓住一切机会泡妞呢 真不是所有的恋爱 都是你想的那么美好 铺克僵尸 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女朋友 当然有啊 那你说说恋爱到底是什么感觉啊 恋爱的感觉就是空虚 怎么会啊 你看着很充实啊 至少不会像我现在这样到处找女孩聊天啊 我说的不是感情 你看看我的钱包 恋爱会让你的钱包空虚 前面的警察 稍微等一下 怎么了 这不是我的偶像地厅将士吗 你好 我是地厅将士 很高兴认识你啊 没想到大明星也会来选光魔音旅行啊 最近我在休假嘛 哦 见到我的偶像当然要来合个影了 背后这是著名的明星古迹 我们就在这合影吧 好啊 一 二 三 切子 好了 拜拜 停 停 请付款十元 什么意思啊 看到我背后写的这东西了吗 一张风景照十元 是 什么 这是空虚的吧 碰壳僵尸 呦 路障僵尸 这是刚下班啊 是啊 碰壳僵尸 你坐在这里干嘛呢 这个点儿怎么还不回家呀 今天发工资了 老婆刚给了饭钱 我请你们吃拉面啊 兄弟们求求你们帮个忙呗 咱们都是兄弟 谁跟谁啊 说吧 啥事啊 就是 咱们都是兄弟 哎呀 碰壳僵尸 听说你最近涨工资了 能不能借我点钱呢 我月薪一万多 但工资卡在我老婆手里 我只能拿五百块的零花钱呢 五百不少了 铁桥僵尸 你借多少啊 不多 我就借两百 这个月和老婆吵架 她没给我饭钱 我就能借你一百块钱 我还得吃饭呢 路障僵尸 你借她点呗 我倒是想借她 可是工资对于我来说就是一条短信 我没有一分零花钱 吃饭必须回家 太惨了 我来吃大盘鸡就行 服务员 我们要点菜 请问两位需要些什么啊 老板 给我来个大盘鸡 再来个你们店里的拿手菜 好的 请您稍等 十五分钟之后 客人才上齐了 我们店里是先付钱 请问谁来付账啊 当然是我来付了 我掏钱 今天我不掏钱 咱兄弟没法做 既然话都说到这样了 那你掏钱吧 你居然掏的是我的钱 那今天我掏钱 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